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壁床生的是赶了自己 要过来 尽管你没好明天就没 走走 等等 糟了 怎么了 他不会看出我通了他的儿子吧 正好 正好 就让他去下载当少年 替你小死吧 妈 他这是你的青白孙女儿吗 这个是个儿子 夏家的人很快就要来 哪个比我把夏家少矮来的位置坐稳 我们苏家也不会放过你 妈 妈 妈 对不起你 我一定要活下来 晚上早点回家吃饭 小叶 照顾好你妹妹 知道了素姨 就知道您对我最好了 那我先去上学了 嗯 妈 我走了 啊 去吧 小叶哥哥 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怎么会不对你好呢 妈妈费尽功夫 才找到换孩子的一家人 让他来当帮佣 妈妈才有机会啊 默默地补偿你 拜拜 你在我们夏家工作这么多年 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你的女儿了 就是我的女儿 你们听好了 以后对待林薇 就像对待我的亲生女儿一样 明白吗 是 是 谢谢夫人 要不是知道你是游行女儿 当年我怎么会让你们把小叶都放下来 林薇 终于一听 妈妈会让你光明正大地 我们夏家 你们这些女儿可真是贪心不忍 还幻想着任何亲生女儿 披着我的小姑娘 做梦 你 故里面还不是女亲生女儿 女人女儿 哪见过了 你 事死事活 特别知道 你 故里面才不是女亲生女儿 事死事活 特别知道 你 你再也就让给我下架 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我阿姨在里面 要怪就怪你妈 为了让我阿姨能顺利得到下山的菜上 你 必须死 我会找个女人替代你呢 我可 还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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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落沙的 我 这 谁家父母这么粗心大意 把孩子给落下了 啊 啊 当年 我把你从火海救出来的时候 你才刚出生 没想到一转眼 你就长这么大 上大学了 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我会的 你也好保重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登上画家 你要好好转家给你看病 路上慢点儿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路上慢点儿 你呢 你对于色彩 好像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这些都是随便画的 很好看 正好最近 有全国青年会画大赛 你是参加的话 一定能获奖 真的吗 要是都有讲的话 明天的会画大赛 那学费就解决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就记得 贱人 居然敢勾引下一个个 他这教训到 站住 你们要干什么给我动手 江小草早就警告过你 你下手决一遍 不要在他眼前晃啊 那个连爹妈都没有的鞋爪 给下手给鞋都不配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也配合我们领微比 我没有 让你说话 你个贱人 谁会勾引的人 我的冰包 放开我 放开我 不得我把这些弄下来 帮你发到网上 帮你罕到网上 在里面上 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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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怎么回事 老师 江小草状的人不道歉 老师我没有 老师我作证 他不但撞了凌薇 他还是辱骂了凌薇 这 老师 夏家可是我们学校最大的鼓动 苏王阿姨平时最疼我了 如果要让她知道 我在学校受欺负的话 江小草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的 打开向凌薇道歉 老师明明是他们打我 闭嘴 怎么还敢污蔑你 你真是人品败坏 我取消你我的假学界的资格 老师 我道歉 求求你不要去学我 教学金的资格 我要使他们教学费呢 可是江小草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你就等着 没钱教学费吧 走 小草 你说啥了 送你去优势吧 我要去给顾灵薇道歉 没有教学金我就上不了学了 顾灵薇欺负你了 这样 你不用给他道歉 我也能帮他找到工作 真的吗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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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草 她怎么也在这里 这江小草 怎么会跑个夏家来当女佣啊 除了我们凌薇的大上山多个 她会有神秘 夏宜介绍的工作 别秦宫姐学乡声波了 我一定要好看 学历 这种手呢 我急吓一下 江小草 看了怎么生不生 一定是小姨哥哥把她叫过来的 也不知道她跟小姨哥哥下了什么不一样 敢抢你的奶奶 这可无疾 我帮你出 过来 那边的女王 过来 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 这不是我们学校里的天才画家吗 怎么会在这里给人端茶豆水 再有天赋又如何 我还生命不了出生低贱的世神 如果没有别的需要我就先走 我是让你走吗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抢力微笑点男人 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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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新来的用人 他是我们班的贫困生 是夏义同学叫他不来打工的 素姨 我只是想让小草帮我倒杯水 他不帮我 让我分下去 新的手也残酷了 巧 求你女生 我没有 明明就是你看的 我们可都看着了 一个新来的女婿 谁给你的胆子 欺负我的人 夫人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没有推她 是他们推我的 做错了事情就要承认 难道这么多人都会冤枉你吗 看在下一个份上 你马上向凌薇道歉 否则 现在就离开夏家 素姨 想必他也不是故意的 毕竟他是下一步步的同学 我们还是不要和他计较了 只不过 我的脚扭伤了 不方便走动 小草 你去我的房间 帮我拿一束冰地鞋过来吧 听到了吗 林薇已经原谅你 还愣着干嘛呢 快去 是 这是那鞋 小草 我的手不太方便 麻烦你帮我穿一下 有天赋又怎么样 这罐罐的水 如今还不是要来给别人穿鞋吗 人家林薇啊 可是苏总的干女儿 她一个孤儿 拿什么这种东西 还愣着干什么 怎么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这就受不了了 后面 还有更难受的呢 谁让你跟我抢我的下衣格格 下学期学费还没有招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没有问题 我帮你出了 谢谢 没事吧 她抓着我的伤口 我的腿好痛啊 本家人在那挑战我的底线 来人 快赶出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苏宴 还是算了吧 这么重要的晚宴 因为一个女人乱说一些事情 也太好看啊 林薇啊 你就是太心软了 看在林薇帮你求情的份上 我就放过了 再有下次 绝不轻饶 你的腿还能走啊 要不可以先去休息 那可不行 这是苏宜的晚宴 我可不能多了 我还要帮苏宜招待那些贵客呢 好好好 我就知道啊 你最贴心了 我的戒指呢 这就是这么不见了 戒指怎么会不见呢 是不是要拉在房间了 快你去帮他找一下 不好了 戒指不见了 什么 事前好像只有江小草 进过我的房间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江小草 我知道你缺钱 可是下家已经给了你这份工作了 你怎么还能偷我的戒指呢 我没有偷你的戒指 江小草 那枚戒指是苏宜送给我的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就算你再怎么羡慕我 嫉妒我 也不能偷我的戒指啊 江小草 我求求你 你把戒指还给我吧 我还是胡儿院出生 没妈教的家伙 一点教养都没有 没想到 下家既然出了你这个手脚 不敢怎么拉起 他平常就仗着自己是少爷的同学 偷奸手 现在居然干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 我没有偷你的戒指 你们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古王 可偷奸院长教育我们 昨日一定要正直 人家不会做出小偷小摸这种事情 林薇 你有证据是他偷的吗 这可不是小事 如果没有证据 我们不能随便冤枉你 你说我进过你房间 可是明明刚才她也进去了 我没有偷刘院小姐的戒指 我进去的时候戒指已经不见了 不信我们可以搜身 我没有偷 戒指是你自己弄丢的 为什么我要跟走谁 你不会是进去了吧 夫人可不要说了 我不能随便冤枉人 她会相信你的吧 在众目回復之下 下家发生这种事情 一定要调查清楚 既然大家都说没有 那就用事实来说话 来人 走 别帮我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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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妈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小姨哥哥 这件事情怪不了孙姨 都是江小草手脚不干净 她帮了我的戒指 我说了我没有囤的戒指 我相信江小草的名片 她说没有囤 那就是没有囤 是不是你分了哪自己的旺 我知道你和江小草感情深厚 但你不能这么毛病她 连威哥你从小一起长大 你怎么胳膊成狼外鬼 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 这死丫头 真是翅膀硬 居然让我的小义安吗 你们无缘无故 怀疑她偷东西 还当众搜身 太过分了吧 江小草是我介绍进来的 有什么我不会给她 下家不会因为个戒指冤枉人吧 八成是那个女人猴 不敢接受搜身 就是她心虚了 如果她没有偷戒指 我们下家自然会给她道歉 补偿她 给我塞 妈 还没有她进去 闭嘴 不给她 放开我 别不得 放开我 这胎季怎么这么严重 难道她是 这胎季怎么这么严重 难道她就是当年我丢掉的那个女人 放开 夫人有话吩咐 难道她发现了 江小草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 坦白机会 交出戒指 向林薇道歉 看在小叶的面子上 我只会把你给收下 否则 我不仅把你送进监狱 还会发出搜查令 但再也进不了你 这个会挂戒 行的端做的账 我心无愧 我本想还给你留着体验 没想到你这么不知悔感 男人 你为你做到底 再这样搜下去 江小草是送了女儿的事 你是不是要办 夫人 我来走吧 别乱动 别乱动 怎么可能不是她拿的 说不定被她藏起来了呢 没搜到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只是说明明在她身上罢了 江小草 这面戒指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求你还给我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我给你钱 我只想拿回我的戒指 我说了我就是没头 好 既然无死 那就别怪我不顾起同学之情 来人 让她给我跪下 狗立伟 住手 这么多随便 小子会受伤的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不然 我就废掉你这只走东西的手 你不是很得意吗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换完 只想去打成招吗 我输了那么多遍 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 夫人 难道你真的要继续这么奏容她吗 妈 别忘了 我说实在不行 可以报警被她见识了 孙玉 这是您送了我的礼物 我真的非常看重 既然 是由他们两个人进过我的房间 那戒指不在李玉的身上 肯定就是江小草头了 你不会怪我吧 我怎么会怪你呢 放心 戒指啊 一定会找到 是我亏欠凌薇 要不是我小时候抛弃了凌薇 她又怎么会为了一个戒指 就这么伤心你 江小草 你到底说不说 不论你们问多少遍 就是没到 好好 看来我不让你吃点苦痛 是不会说的 来啊 为了她的右手 啊 啊 啊 我才是我心中最重的死 以后看你还怎么藏目的行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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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還老是干什么 快送他去医院 妈 他是先让医生给小嫂看看吧 你送他去医院 我们下家可以负担他的医药费 和健身随时费 这件事情 就到此维持吧 用妈妈护着 真好 别装了 人都走了 所以呢 他去处理晚宴的事了 那你怎么还留在这里 我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随意进我的风景 哈哈哈 你的房间 你拥有的这一切 都是假的 你还真把自己 当下家的亲密大小姐了 那你去告诉苏姨 你把他的亲密大小姐 你把他的亲密大小姐 然后随便找了个气音 出树养发 你敢吗 请报告你很多次 不要多做你下衣服长 你偏不听 那就不要怪我 你可惜 你不要 妈 我错了 您别生气好不好 今天晚上 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什么大事 真正的下架前进 我为了吗 你说什么 他谁 他不是已经 你 你 你 他不是 你要一个人 全部 都 完了 插 没有 我们 能好看的衣服穿 好 只要你会再听阿姨的话 阿姨就为你最近大婉设 妈 我的好日子是不是醒头头了 你还是觉得 没有人可以撼动你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请你告诉你 他到底是谁 那个人你认识 就是你的同学 姜小草 那个官 怎么可能 没有我 你才是街上要办官 妈 我一定不能让苏姨知道江小草是她的女儿 一定要赶走她 我们要赶走谁 夫人 我是在骂林薇 如果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就不让她留在下架了 啊 苏姨 对不起 这件事情都怪我 差点破坏了您的拍卖会 要不 我去向小草道歉吧 啊 没事吧 这怎么能怪你呢 江小草那边啊 我已经补偿过了 你就好好休息吧 来 慢点 我一定不能让江小草再留在下架了 你想怎么做 我不但要把她赶出下架 还要让她彻底回不来 夫人可以连连在画室里画画 你把这个蛋糕糖送过去 是 哎 等等 夫人最爱吃的巧克力酱 你都忙了放 你真是个虫脑子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走吧 走吧 一切顺利 你就看着苏蕾 吃下他年重过米的巴生酱了 你看这样子的话 他这个线条就留上多了 嗯 真的呀 苏蕾 人格太厉害了 没关系 你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来 安然 明明怎么就没有遗传到我的绘画天赋呢 都怪我 没有好好培养他长大 我庆他的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夫人能知道我就好了 我在想什么呢 你干什么 你来这里打扰我们的 我 我 是哥妈妈让我跟你们送下午茶的 嗯 太疼忘了 你现在是下几个人 嗯 你再等我等我 我休息 我 analytics 打扰我 看看 你 都怪我 等我 去哪里 worth it 还不错 苏妍 苏妍怎么了 小小草 你居然敢给苏妍下毒 我没有 我没有 苏妍吃了你送来的蛋糕就这样了 你还敢叫别 来人 发生给苏妍下毒的女人 不急下去 我真的没有 是不放任送的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是我妈妈干的 我妈妈在这里勤勤坑坑工作了整几年 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还敢解释 不是我 还不赶紧给我带下去 放开他 被休息吓死了 趁热 我 再判断了 绝对 你们 你 你 这些蛋糕是顾帮我送给你 少爷您明见啊 我是让他给夫人送蛋糕 可是从厨房到化石 这段时间就没有人追着他 是你知道 那你没有人帮到你做手脚 小一哥哥 苏伊都见要了你还不相信吗 你到底要帮你喝到什么时候 难道非要害死苏伊你太高兴吗 还不赶紧给我带出去等等 难道我可以证明我没有下肚 少宝宝宝宝宝 小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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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你也对花生过敏 我那晚没有告诉你吗 爸 你忘了 他是在工人院长大的 不可能 自从知道婚人花生过敏 厨房就明明禁止购买 含花生成分的东西了 婚人怎么可能化生过敏呢 等我一下 你怎么可能化生过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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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酱被换成了花生酱 不妨是你负责的吧 你怎么这么好 还让我带孩子住进别墅 我感谢夫人都来不及呢 我可能会害他呢 所以我们下家的人 都知道您对花生过敏 只有姜小草是新人 不是贪战的 还能有谁啊 姜小草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嫉妒我 可是苏伊好心收留你 你非得了我 那不感恩他还要加害于他 夫人 我也对花生过敏 为什么 当时吃这么清白 谁知道你是不是糊肉鸡脑的 结尾 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不要冤枉别人 我会让徐叶区调查的 是谁换了花生酱 谢谢夫人 你下去吧 还有你们 小小草 你给我等着 妈 小草规划很有天后 这次规划比赛 还进你决赛 是吗 真好 好好努力啊 我会的 好好好 要能拿到第一名 明年的学费就着落了 不就是进了个决赛吗 不是得奖 苏伊耶 这次比赛 我也进决赛了 林薇也进入决赛了 我们林薇啊 真棒 你教的好 对了 小草 你参加的作品呢 要不然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也好让苏伊 给你指点一下 看看 会不会像刚才 那样不也好 既然 我们林薇都说了 我就帮你指点指点 可以吗 那我晚上回来 这是我准备参加决策的作品 请夫人指教 妈 妈 妈 我被收错了 收错了真的很有天后 这风格简直跟印象一样 确实 他们小和年纪 竟然画到这种水平 怎么看着这幅画呢 好像在哪里见过 因为 他抄袭了 你居然敢抄袭我的画 有可能 我没有抄袭 这明明是我自己画的 证据切早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呢 妈 小嫂子不是那种人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怎么狼向着她说话 这幅画我前几天 刚被苏伊看过 不是他偷的 难不成 苏伊刚发的 没错 前两天 林薇确实给过我一个 美妙的线稿 她还向我提了问题 夫人 我真的没有抄袭 前几天我们出稿不用了 我初期画了一幅 我画呢 是你偷了我的出稿 并且 林薇从小跟我进去 她还用得着 不过你的画比赛 我心还不承认 我真是看错了 夫人 我发现我真的没有抄袭 不行你看 这上面还有一个 这明明是我画的薔薇花 真是死不回忍 你是个老实的孩子 都是你偷窃这种事情 林薇你是偷盖的 你说怎么处置 只要你跪下 给我道歉 那我就选择计了 顾领薇你别这够愤 小伊哥哥 人赃病祸 你怎么还笑着他说话 这幅画真的是我画的 这幅画是个小草 比枪梅画得要久 眼亮也真不可理 林薇你见过母亲 你还久别 哎呀 是不认 给我把他按下 对下来给林薇照歉 妈 夫人 我真的没有抄袭 小小小 死到林冬还不承认 向远这种心肤不正的人 到底有什么责任去参加比赛 对 向远队 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我被弄出五位 取消他的参赛资格 妈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您怎么就能断定是小小抄袭的 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 他就没签入大学了 你不就认残忍了 我残忍 我残忍 我赞助奖学金 是为了让他好好做人 是欠去别人的成果 他这种人 活该 我有一天你的女儿被别人这么冤枉 你也会眼睛睁看着他下跪道歉吗 这幅画真的是我画的 张小小小 直到时候他赞成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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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只会抄袭 在比赛里使用阴招等败 怎么败跟我女儿相提并论 还不赶快跪下 零零道歉 没有抄袭 江小草 江小草 被亲妈认为 不好收 父爷 您先别生气 小草 实际是想不明白 我去劝一下 你的线稿 就是我偷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对你好能相对 非常不感激 为什么还要这么凶啊 你还在眼前 你刚才明明清楚跟我说 你要知道我的话 江小草跪下 我没有抄袭 我为什么要下跪 是不是有跪了 你去问问我继续怎么回事 是 小草 不要 啊 我跪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下可以了 快起来 妈 小草已经道歉了 给你再给你一个机会 行吗 好了小草 小草 你受伤了 我没事 你受伤了 至少我还有参加决赛的资格 只是 夫人怎么都不相信我 没问题 希望在决赛 我到第一年 再也没有人本身一起 对 我还有决赛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没有成绩 苏姨 苏姨 真没想到 这江小草居然是这样的人 可我还原谅她 想着和她好好相处呢 不是你的错 你放心 我绝对不允许这件事情再次发生 姨姨肯定是你的 谢谢苏姨给我的信 那我先去练习了 去吧 张主任 我听到了一些 关于绘画比赛的负密新闻 我不希望 我们明威的实力受到影响 决赛的形式要调整一下 李警官 夏夫人 您来了 您好 开始吧 拿出自己的实力 啊 加油 没想到这次决赛 不让我们带自己的参赛作品 听说这次比赛的形式 更往年有更大的产品 下面我宣布 为了斗爵 苏姨 抄袭的行为 本子规划比赛 采用现场作画的 什么 什么 这位决赛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该死 为什么突然换了规则 那我之前做的准备 岂不是白费了 要上苏晚知道 我平时都是买别人的话 参加比赛 一切都完了 剩下怎么办 本子考核的主题是五万 计时两个小时 各位选手在后代准备下吧 江小草 夏夫人 你怎么突然想到 要改变规划比赛的规则呢 这样才能看出 谁才有真正的实力 不是吗 苏姨 那我先去后台准备了 不知道这个主题下 林薇会画出怎样的一幅画 我一定要保护住这次这个一期的机会 小草 干嘛 一会儿 我把你画好的画给我 你在说什么 这是比赛 作弊不停要被取消比赛资格 还被退学 你来参赛 不就是为了得到奖金吗 只要你把你画好的画给我 我给你双倍 我 十倍的奖金 孔林薇 你还要买我的画 我不是一个只会抄击你画的人吗 别人废话 你到底想不想要钱 这个世界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钱买的 别有一个人的作业 你小心 我是不会答应 我更想要证明自己 我要是告诉所有人 你是个超习惯 你能继续参赛吗 一旦曝光 然后 还有四个花花 明明是你污蔑 是 你觉得 苏姨 幸运你 你 苏姨 就当你买出了所有人 冠军是一瘦的 却你最好是散了 一次比赛 和未来的人生 你到底哪个更重要 他为我入场的选手 请问我 你到底想好了没有 我拒绝了 你居然敢拒绝我 是 你有钱 这场比赛对你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游戏 而对我来说 谁自证明自己的机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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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陪我 你在说什么啊 上次你就唱有的话 现在又未免我推你 江小草 你不会是怕输给我吧 这顾灵薇据说是下降未来的儿戏 老板 要是得罪他 岂不是得罪下降 这舞台上这么多人 谁看见是顾灵薇把你推了 你 再什么事就消你的资格 那我画中画折可以了吧 不行 再多嘴 就推出比赛了 都这么脏我还怎么画 嗯 自己想的 我早就说过了 比赛只不过是一凌场 我 我也想的 我 我 你 不 就算我没有拿到第一名 我也要告诉所有人 我没有成心 我的天师傅 时间差不多的 挺 看下这个 哎还有那位同学的 不看 来这个菜呀 竟然是他 现场作画是做不多假 没想到 这个江小草这么有天赋 而且画风刚刚真的有些相似 难道我真误会他 难道苏老师看什么江小 传闻又不如 那我刚刚岂不是得罪了夏家 江小草同学的话 仔细一看 确实还挺像夏夫人年轻时步的 大的和锋芒 为什么他的话 让我感受到对母爱的情谛呼唤 我会这么难够 就像他的妈妈 是我一样 他的手好痛啊 你怎么了 看来传闻没错 韩国没拍错 我的屁 不知道是不是上次 被江小草推到之后伤到了骨头 我的手臂 又是隐隐作痛 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那可不行 画画是苏伊最在意的事情 也是我最在乎的 我可以坚持 江小草 你可以帮我把画笔递过来吗 你的谢谢啊 哎夏夫人这点画的也不错 你看他啊 张小草 你为什么要推倒我的画板 你为什么要推倒我的画板 张小草 你先是弄伤我的手臂 现在又要毁了我的画 我没有推你的画板 听过是张小草跟顾林威有矛盾 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敢在比赛现场故意害人 可是张小草的技术比顾林威高多了 他又何必当着大家的面 推翻顾林威的画板呢 比赛这种事全看灵感和灵场发挥 少一个对手就多一份夺冠的希望呗 张小草 取得第一名 靠的是真实实力 不是背后刷手段 你真是个小人 这种小人 就不应该在这里进入比赛 推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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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推他的画板 好了 别吵了 夏夫人 您看这个事怎么处理 你一来 林威的画板就掉下来 我这么巧合的是吗 如果不是你推的 那谁能为你证明呢 我看谁敢放 如果不是你推的 那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说话 那是因为 够了 张小草 像你这种品情卑劣的人 就不配会话 你已经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请你立刻离开 丫头 你还愣着人干什么 赶紧收拾这些东西 滚就去 夫人 我是被冤枉的 就求你相信我一次 相信你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不懂真心 像你这种 流着背掠血的人 真是没救 监控 我们可以掉监控 是谁特地一清二楚 糟了 监肉监控 你真是不见规才不落泪 好 你要监控 张主任 调监控 不能拿出来 快 怎么办 怎么办 再不下去 就要暴露了 苏爷 是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影响大家比赛吧 这不仅仅是因为你一个人 也是为了这场比赛的公正 我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 毁了这场比赛 苏爷 你不相信我吗 怎么会呢 苏爷 就是因为相信你 才要让小人心不靠福 林薇 你就是 苏爷 还是算了吧 取消他比赛资格就可以了 监控 就别看了 他无父无母的 给他留条收入吧 你呀 就是心太软了 都被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 还替他说话 江小草 你还不过滚 你别有咱其他人 不顾着 不人 就剩几秒了 就是你看完的 你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男人 给我拖出去 喂 喂 喂 江小草 你干什么 你 我给你说话呢 你聋了 那位一次次给你机会 你就这样去 给那位马上道歉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儿子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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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怎么坏了 小肖草闹够了吧 让主人 大学是教书愈人的地方 不是滋养小枫的地方 别败坏了校园的风气 明白 从今以后 江小草不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你帮我走 我从小就崇拜你 所以运用了未来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画派 我喜欢你 我像有一天能够认识你 得到你的赏识 可现在我在你心里 就是一个道德败乏的小人了 等等 你肩膀上 是什么 等等 你肩膀上是什么 你不就是想跟我走吗 我现在走了 你又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看看 不能这么走 你还没有修我修我功 你弄坏了我的话 就想这么走了 好 我陪 这简直太妙 你真的不想知道 你这幅画能不能得奖吗 江小嫂 你真的不想知道 我宣布比赛结束 有请另外两位评委 上来打风 这幅画用色大胆 风格足述一致 可以看出画画的人 内心极度渴望母亲的好望 可是 但是因为没有脸 更能看出这幅画的独特 它满足了所有孩子 对母亲的幻想 这么好的画弄脏了 可惜呀 谁说残缺不是一栋美 我愿意投一个 这 这幅画很难评啊 这幅画包含了两种创作风格 第二种很明显可以让人看到一种难以理解的怒厚 我宣布 此绘画比赛的第一名是 江小草 那不可能 他被剥夺了比赛资格 为什么得奖 恭喜江同学 能得到各位老师的认可 是我的荣幸 可我绝不允许 你的奖背上 成成任何无力 我会以自己的实力 重新获得这个奖杯 张主任 这一灯脚应该是我的 一个什么宣布 第一名是 顾灵威 我和顾灰 沙热的 你一个人 问我 和顾懈 持续 对 肯定 刚发了个胎记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不行 我要再去确认一下 兄弟 这是我第一次得奖 我想把它送给您 感谢您对我的鼓励和培养 我们凌薇真棒 苏妮 你说小姨哥哥会没有高兴吗 当然 今天晚上我在家举行宴会 庆祝你得了第一名 你可以邀请你的同学一起来参加 凌薇会邀请这小草吧 真的吗 我真的太感动了 谢谢苏妮 我的女儿是凌薇 我在乱想什么呢 今晚下家会为我准备庆祝我 到时候 记得来参加哦 没空 明威好心邀请你 你别低脸 不要脸 看看你那穷三样 你还敢拒绝 对 我不会 我不想再跟下家有任何报告 秦姐 我给你了 你不去 你得去 我拒绝 你敢拒绝我 不去是吧 给我打 等等 这怀里抱的是什么东西 这么宝贝 这是我的 呦 原来是不是破话呀 真有什么宝贝东西 还给我 一个没妈的孤儿 你懂什么胜败吗 郭云贝 你别让我问我的话 只要你答应参加晚宴 我就奉了 否则的话 我同意 早点这样不就好了吗 记得准时参加哦 不然 我会把你抄袭 和陷害比赛对手的事情 闹得全网戒指 戒时 你应该知道什么 我们走 这小草 你跟我送你一份大礼 好 都已经把他赶出下家了 为什么还要让他参加晚宴 你就不怕苏婉琪的心吗 就是为了让苏婉琪一心 所以才把他叫来 你以为把他赶出下家 就高尘无忧了 你的意思是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可以帮你 但是不能把小义卷进来 好好好 我绝对不会把你的宝贝儿子卷进来 我先过去了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你说的没错 对 巧克力酱那件事情 结果怎么样 那天厨房里边的监控 突然关机了半个小时 不过我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了华生家 现在已经拿去做监测 和质问对比了 我还需要些时间 你去调查一下江小草的资料 还有比赛现场的监控 好的 行 这是我多想了 哟 你还真敢来呀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对 瞧我这记性 我这次会花比赛能得一等奖 你是功不可没呀 为了感谢你呢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惊喜 什么惊喜 你用不着那么害怕 你和我都喜欢苏伊的作品 所以创作风格相似也情有可原 你不是一直想向苏伊证明 你没有潮汐吗 我带你去见她 你有那么好心啊 这是你今晚最后一次机会 你不信 那就算了 等等 我跟你去 我把比赛的那幅滑球好了 夫人她会喜欢吗 夫人呢 你就这么着急想将苏伊解释 苏伊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 你骗我 江小草 认清楚你孤儿的身份 别忘了 获得苏伊的认可 取代我在苏伊心里的地位 我只是把苏伊当偶像 从来没想取代过你 你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 我的东西 绝不允许让任何人抢走 江小草 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去拿玉菌 布林薇怎么掉水里去了 我又是江小草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小草要退我入水 江小草 招起我的画座 公然推翻我的画板 现在又把我退入水里面 你究竟是有多恨我 你难道一定要我死了 你才甘心吗 我 我没有退他 是我亲眼所见 你还想巧遍吗 送完 送完 因为你的确认呢 就在身边 你居然还怀疑他 这人是差点脏 你个外人害死了 你可真该死了 我真的没有退他 这次他突然拉着我 自己人倒到雪里了 江小草 我一次次给你机会 你不知回改 他变本加厉的 要害理队 这次 我不会再放过你了 来人 给我把他押住 送到警局 没想到江小草 竟然是这种人 你再找手帮就算了 现在还谋害布林威 布林威也太少了 我看 这种痴心不测的东西 你应该早点赶出去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他 我只想证明我没有潮心 不然 我一直想把话带过来的 我让这 bug 放在你 快点儿 被你带过来的 你给我打一音 你给我打开 我去带你 你给我打开 谁 下嫁所以就置我于死地 那那不是吗 我跟小一是同学关系 说了你别妄想嫁给我儿子 只有像林薇这种善良的姑娘 还是我认可的儿性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林薇就是小一的未婚妻 等一下 我们总议 放给他 子泽你没事吧 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报庇他 你知不知道 他刚才差点害死了林薇 小草不会害人 顾林薇 这些难道不是你自抖自掩 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 你怎么能这么说 明明我才说还是 从小你最会装 说了话 什么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 自己却撇得一干二净 是吗 我看 你什么叫小草 你的神魂领导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吗 没错 我就是行的 我不许过人为难 苏姨 既然小姨哥哥不喜欢我 那就不要再为难他了 夏姨 你是夏家未来的继承人 你没有劝责的权利 我为了让二媳妇 只能是林薇 还愣着干什么 江小子 我压下去 没关他 天天了呗 放开我 你没答应我 不把小草牵扯进去 现在居然想比小草 取以这个心肠 单独的东西 你做梦 一切 到此结束了 我刚才脚滑了一下 你干什么呢 天神魂 你刚才果然是我的亲生女孩 不可能 莫灵薇身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代价 他身上怎么会有跟我一模一样的代价 因为在这方面嘴里 都这么惊艳吗 好戏才刚刚开始 你干什么呢 今天这么多人 万一有什么审视 你要连威 以后怎么做人 对不起 夫人 他愣着干什么 快点连威去换件衣服 对不起诸位 今天的晚宴到此结束吧 看来一定要是不顾零位才想 小草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 雷薇 夫人 这是关于九小草和比赛接控的资料 都在这 好 我知道 雷薇 夫人 算了 夫人才会看到的 是不是故意的 是又怎么样 如果不是你先对不动手 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亮起我的底牌 别以为我知道 你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胎记 这个胎记 我一出生就有了 你 闭错了吧 你现在翅膀印了似的 明明说好了不将小姨牵扯进来 你居然敢逼苏婉 承认你未婚妻的身份 你偷偷印了这个胎记 想博得苏婉的信任呢 你是想把我甩掉吗 让苏婉以为我是她的亲生女儿 好让下一继承下家的所有财产 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 你不应该感谢我 不配 你就是想自己继承下家的遗产 信不信我就告诉你 你就是个冒寒货 是啊 你觉得现在的偷玩 是会对你 还是对我呀 你这个贱人 从小要不是我把你带到这个地方 你哪来现在的好日子 你不敢不报答感谢我 你现在还想夺走属于我儿子的一切 你把我带回来不就是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吗 我把我自己考虑有什么错呀 你应该感谢我 用婚约 把你我保帮的 你个贱人 毛还活 你干嘛派不上我儿子 是啊 不是吗 那夏依呢 夏依根本不是苏婉的亲生儿子 谁能比谁更高贵啊 就是什么 是 不叫 是苏婉的亲生儿子 是苏婉叫我根本不是苏婉的亲生儿子 啊 小义 你怎么来了 哦 明明是你昨天太累了 听错了 我送你回房间 没听错 你刚刚说的话 定得一清二楚 小义 有点事 不回事 当年 苏婉想要的儿子 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把她的女儿还给你 这都是她的母 小义 你才是我的儿子 是我是你的儿子 当年 没有你不是当年那个女儿 都要有多少命名 感觉 你不要管这么多 你只要安安心心做你的下家大少爷 其他的事情 慢慢来白屁 我去告死我 小义 你不敢去 别打你跟我 小义 起开 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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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义去告密 你也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小义你醒醒 小义 放了 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事 他让不了你 你给我清醒一点 怎么了 真的要让他搞出来 是吗 不如现在把他打晕 使用能除掉江小义 就没有人能威胁到我们 小义怎么办 我们把他抬到他自己的房间 你照顾好他 我不会 去把江小义 跟老板 义 我问你的 我问你 你怎么样 打指 这个 道德 我 给� 之前 我 刚刚刚 hull occur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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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会有人来救 不是 为什么要绑架我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你很值钱 你们是想要钱 我有钱 我给你买 好啊 那你给我一百万 我就放了你 怎么样 一百万 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这不我老是单上 别动什么歪心 他虽然没有钱 长得还挺水嫩的 反正他也是死 不如 我先爽爽 早也不是不可以的 今生 你干什么臭娘们 你干什么 给我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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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丽薇 下手居然这么重 顾丽薇处处置人对姜桑嫂 所以姜桑嫂才是当初的原因对不对 小雲你别乱动 你还有伤呢 顾丽薇呢 哪里 那都是为了你好 你要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伤害姜桑嫂 小玉 像小草有什么好的 你听妈的 只要拿到了下家的财产 什么样的女孩没有 告诉我 江秀属在哪 小一 你不要乱来说说 我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什么我好了 你们这是去没用的废物 他不赶紧给我抓过来 你 你呢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了 该死怎么被他们发现了 苏妍我 身体不太舒服 想着去医院看一下 什么 哎呦 你这手这么凉啊 走跟我回家 我让医生啊给你看看啊 哎苏妍我刚刚给医院打过电话了 今天医生休战了 那我帮你去医院 哦 不用了 我自己去了 这怎么能行啊 我不放心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哎 快 快 这我脚口不会跑了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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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呢 跑,跑哪兒去? 臭小子,那臭小子,跑到什麼東西,你慢點 劉威 是你 你難找我,我現在就弄死他 省得夜長夢多,我讓你住上 一刀捅死他,那是便宜的 你想怎麼樣? 我要讓他親眼看著自己的身體 一點,一點的變老 我要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給我綁起來 你到底要幹什麼?殺人可以犯法的 我可沒有說我要殺你 我只是一不小心划傷了你而已 你一個無期無故的孤兒,就算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你已經證明幫我趕出家家,比賽的電影也是你的 你為什麼還要對我趕緊下去? 為什麼? 要怪就怪你為什麼要出現在下一刻蘇丸面前? 是你自己找死的 什麼意思?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讓你懂嗎? 因為你是你 走 龟麟位,住手 小野,救我 江小草啊,江小草 我是說你太傻呢? 還是說你太天真了? 什麼意思? 我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求助人了 爸,你求助的這個人,霸占了你的人生整整的十八年 小草,你必須答應,我後會跟你解釋 小野 你現在救了江小草 昨晚時早會認回他 到時候你會失去你現在所有的一切 你真的想記住了嗎? 你們在說什麼? 我跟你求人了 小野,你都過去 媽媽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啊 這一切 原本是個錯誤 那又怎麼樣? 我們女子真正分離了十八年 都是蘇婉照的年 如果你救了江小草 那這麼多年 你受到苦 你會做什麼? 小野 只有我們兩個才是一個世界的人 殺了江小草 我保證 下家的財產都是你 小野,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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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幹什麼? 不要! 你幹什麼?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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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許生我兒子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你到底同不同意? 你 就算蘇還不是我的親生母親 他對我有養育之恩 我死也不會跟你們同流合無談 既然如此 我就連你一起殺 小野,你沒事吧 梅薇,你再加忙 梅薇 算了 夫人說我可以看到的 算了 夫人說我可以看到的 夫人說我可以看到的 你抵抗那種 馬上找到江小草和顾林薇 我再回來了 快 谢谢 徐彦 快 马上找到江小草和顾灵梅 他们给我带回来 快 你也被发现过了 你妈妈没有告诉你 江小草的说话 从事一案 还挺有夏忽然年轻时的 大疯狂 因为 我没有见我们 难道 江小草 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夫人 我问过了 江小草根本没有被送去禁居 她失踪了 什么 快 不信心大家 必须找到她 走 你别冲动 今天江小草一定得死 还有你们 一个都被想跑 孤灵梅 你能听一听 知道自己是下架的前金大小姐 舍不得是荣华富贵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你争什么 只要你放了我 我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是心里最重要的那个是还是你都闭嘴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希望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威胁 对于为了我们的人生还是居私吗 下眼 你居然想报警 互联位 警察马上就来了 趁早收手吧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你 没事 谢谢你来救我 这是我歉子的 是我爸这样的女人上小草 跟我回去吧 我會跟我弄 你咋不是說 才是他的新生女兒 你才是他的新生女兒 沒有什麼話能比你英威更重要 我 不回去 他不是我嗎 儘管你聽起來很荒唐 那那確實是你的媽媽 我沒有那樣的媽媽 我從小在孤兒院長大 屍不保穿不到 每次看見別人的媽媽我都很羨慕 我一直想找到他 我問他當初為什麼要這麼狠心的拋棄我 可是 他一邊抛擊我 一邊把別人當成我 還叫我做出這麼不服的事情 我不會相信他是我媽媽 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他 我們先去醫院吧 現在怎麼辦 死完馬上你就會知道 江小草才是他的新生女兒 是不然你那個寶貝兒子 每次都壞我的好事 你現在就算殺了我也沒有用 還是快想想辦法 現在我們兩個人是一條轉身的人 火藥是被抓了 你也跑不掉 想要得到下降的殘身 只有一個辦法 你的意思是 小莉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沒事就好 那你休息 啊 好好養生 那 你 你 你是不是 早就知道 江小草才是你的新生女兒 我 昨天在廢棄倉庫的時候 我看見你 你們為什麼不直接想認 你們說的話 我都聽到了 不是我不想認小草 是我怕 我怕小草不願意看見我 親母女的還有隔夜朝 想要挽回她 讓她出你的真心和誠意 對 小草 這是我專門給你挑選的夜魔和花椒 對你的收拾有幫助 你多吃點啊 我不需要 你拿回去 我累了 想休息 我趕回去吧 小草 哎小草 媽媽看你的包啊 有點舊了 給你買了最新款的包包 快收下 嚇死人 你 你叫我什麼 你你叫我什麼 夏夫人有問題 小草 我是媽媽 在你眼裡 親情是可以用錢來買來的嗎 是媽媽不好 媽媽不是這個意思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做功勤 以後不要再來照顧 小草 小草 許姨 你說小草 是不是不會原諒我了 怎麼會呢 大小姐只是一時生氣 動氣笑了就好了 我知道該怎麼辦了 小草 小草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能來跟我一起慶祝嗎 生日快樂小姨 小草 小草 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所以 今天其實是你真正的生日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嗎 我知道 你可能一時半會兒無法原諒他 但今天就當作是對我敬 只有我們倆沒有別人 好吧 好 那我們走吧 好 喂 真的 她同意了 好好好 我馬上準備 小草 小草 媽媽這樣做 我能原諒媽媽嗎 小草 是你嗎 是你 小草 這幅畫 不是被私懷上了嗎 為什麼 零碎 我親愛的小草出生了 零碎 我親愛的小草出生了 看不到的內心都 小草五歲了 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小女孩 總不會 總不會 辜負 你 小草 十歲了 我的寶貝 長成了最漂亮的少女 誰不曾一時輕空而 小沉 誰不曾無意讓別人 小草十九歲 是個大人啊 媽媽想做第一個 送鑽戒的人 不管以後 你遇見了什麼樣的人 媽媽都是你最堅強的後盾 你最堅強的 好一場母女情深的大 是你 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要幹什麼 我早就說過了 會輕易放過 乃 你看我 你不是个傻子吗 爸爸让他抱起来抓我 另外 所以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 你只是一时糊涂走错了不悲嘴 贵为 他虽然不是你亲妈 那从小的尿到大 但你不抱 你怎么能让他去抱他 恩将仇报 为了让他以为我是他的亲生女儿 这十几年来 你每一天都活的胆战心机小心翼翼的 就怕哪天他发现我不是他亲生的脚 我赶出家的肉 你不说有 不过现在好了 我再也不用我的小客户了可以 啊 想让我放了你们 可以啊 只要你在这份协议上 按下你的手印 我立马放一份 那人自愿 将下家所有财产 无偿赠 顾铃威 好 完了 你们把他们都忘了 顾铃威 我们说好了 下家的财产一人一半 你怎么能出二份 我闭嘴 当我拿到财产 我自然会分给你的 现在 我把他杀了 当我拿到苏丸的手印 下家的财产 那我uments 就是我 你 我 我 我想 我都会把财产灯片效应 只带着财产员斗高飞 你们脑子心里都没有 你 再你一份协议 声明将下加一半的财产 无偿赠送你下一页 按上手艺 我就帮你解决掉江小子龙和苏文 你 笑什么 幸好 我没有全部都去忘了 你什么用的 你们真要丑暴吗 上开啊 妈 辛苦了 好 好 好 有多 只有死人 才会永远保守你 你放心 我马上 就送你和苏文一起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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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草 你不是一直想救你妈妈吗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让我干什么 只要你把你画画的那条右手 背掉 我就放了锁 你要让我干什么 只要你把你画画的那条右手 废掉 我就放了锁 小草 我要 快跑 不要管妈妈 快跑 我答应你 把刀给你 我会自动的手 我可以了 把刀给你 好让你放松 你真当我有那么愚蠢啊 你把手放到那个桌子 我会用刀 轻手插入你的手掌里 然后用力搅动 到时候 你的手掌神经会全部断裂 那个时候啊 你就再也画不了画了 哈哈哈哈 小草 你不得了 你确定 只要我自飞用手 你就会放你的 当然了 只要他按下手艺 他的命 对我来说不准确 希望你也没点 小草 不要 害怕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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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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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死 你要是你玩我个好事 小草 不要 倒是 我走 跟小草 不管 你千万 管 你千万 管他 我知道 求你 可在 将也给你到了 十九年儿子的份上 亲 好好照顾他 我还有你 他 也不想你 你 你 看 你 他 你 你 他 他 你 他 好戲吧 看著你們互相殘殺 可真有意思呀 猜猜了嗎 你趕快死了我們就一起死 你放在我 跟他拿著走 快走啦 走啦 走啊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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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人 快救人 所以還是老樣子嗎 媽媽 媽 我的媽媽 不要我了 你看 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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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媽不見了 小姐 對不起 是我沒看好她 沒關係 快帶她下去吧 你帶我找媽媽 你帶我找媽媽 找媽媽 我媽媽媽 媽媽 媽媽 感谢观看